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次是有计划的 第一 一月份去中国 中间只间隔了一个月时间 我只准备在中国停留一周的时间 办完事后就飞到日本看樱花 然后再飞回德国 所谓回中国办事 其实就是一件事 办理一张银行借记卡 把我母亲银行账户的钱转到我账户里 看上去很容易的一件事 好像根本就不用为此来一次从德国到中国的洲际飞行 网上就能办理 但短短几天时间后 我就发现了 所有的一切和多年前相比 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想到把我母亲的存款转到我的名下 这个想法是因为我父亲去世后 办理后事过程中给我的启发 现在按照中国的银行的规定 老人去世后 超过5万元人民币的名下存款 想要从银行取出来 除非你知道密码 自己偷偷偷摸摸摸的每天不超过5万元限额 可以去取 否则 如果不知道密码 就要给银行出具公证处的 公证书 而公证处要求提供的文件 包括家庭所有植戏亲属在内的社会关系 也就是家庭中每一个人 人事档案所在地 要开具证明 说明你们家几口人 都是谁 都是什么关系 而且还要包括 你爷爷奶奶的死亡证明 也得出具 如果父母生前 认过什么干儿子 干女儿 都要和你一起分割财产 我父亲去世后 我去开他的社会关系证明 当年 我父亲写的档案里 竟然有他表姐表哥的名字 人家单位领导 非得让我说清楚 这些人和我是什么关系 要书面证明文件 还开玩笑说 你父亲当年 真是个老实人 入党都可以不写这些的 他为什么要写呢 这种事情 人生处理一次 就能让人永远难忘 所以 我和我母亲说好 现在就把她名下的钱 转到我的名下 当然 我也不是没有想过 不赚钱 而是 让我母亲立医嘱 可是公众处说 老人到了一定年龄 在立医嘱 要出具 医院的精神证明 证明有思维能力 总之 就是怎么麻烦 怎么来的 实在是做不来这种事情 登上德国飞往中国的航班前 如期遇到了我太太的同事们 我太太之前就告诉我 她的好几个同事都和我同一个航班 因为中国给了德国15天的免签证待遇 德国人是不会浪费任何免费的机会 等上了飞机才发现 因为免签来中国玩的 可不止他们 而且什么人都有 我旁边做的男士 光是正餐就要了两份 免费的都好呗 到北京的当天下午 我就去了家附近的一家中国银行的网点 既然申请银行卡 肯定要申请一张 往国外汇款方便的卡 而且按照我多年的经验 最多十分钟卡就能申请好 很简单的一件事 在中国银行的大厅里 我很轻松地问他们的大堂经理 不去柜台能办理接级卡吗 答案当然是肯定的 但他问我 办理银行卡干什么呀 我愣着一下 没想到他会问我这个问题 我办银行卡不就是为了存钱吗 这个有必要问吗 事实上我幼稚了 之后我去别的家银行 第一个问题都是这个 就好像我办理银行卡后 银行会给我发钱一样 我得老实交代清楚 拿着这些钱干什么去呀 我如实回答 就是为了存钱 于是开始填写表格 当我准备把表格交给大堂经理的时候 我问他一天能取多少钱出来呀 他的话又让我愣住了 他说每天只能取五千元 他看到我吃惊的样子补充道 会看你以后的表现 可能以后会给你增加一些 我存钱给银行 银行看我表现 来决定我能取多少钱 这不是一个天大的效果吗 我有点生气 和他说我不办了 他摆出一副习义为常的样子 根本就无所谓 我去了第二家银行 是星业银行 为什么去星业呢 记得多年前 我带我父亲去银行办理活 当时大堂经理五分钟 就用我父亲的身份证给开好了 还一个劲地问 每天取五十万 一年好几千万去换额度可以吗 我和我父亲看着大堂经理笑了半天 我们倒是想取 可是哪有那么多钱 这不是逗着玩吗 当我如今走进还是那家星业银行的时候 大堂经理早已经不是当年的那个小伙子了 已经换成了一位女士 她的话也很职业 我的区块额度不是人为决定的 我要填好了表格 机器就会决定我的区块额度 多么的职业化 没有人为因素 等我一项项 用了大概十五分钟 填写完表格的时候 提交申请 这位大堂女经理就说 我的区块额度是每天六千元 您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不怎么样 这和中国银行有什么区别 我要是买什么东西 一天需要一万元 我还需要等两天了 我站在星业银行的门外 有点糊涂了 这是什么时候开始了变化呢 我是不会去招商银行的 多年前我取消招商银行卡的时候 特别给他们的客服打过电话 让我取消这个卡的原因 不是每几年都要考核我 到底有多少存款 然后给我升降级 或者要收手续费这些问题 而是招商银行北京分行 有人给我打过电话 一般国内的电话 我在德国都是不接的 那次我就莫名其妙的接了 这位客户经理说 你竟然接了电话 我以为你账户里的钱都不要了 我们就处理了 他的话把我当时吓坏了 只能趁着回中国 把这张卡给取消了 第二天早晨 我和我母亲一起开车准备去建设银行 我和她讲了我办银行卡的经历 我母亲说她的钱在建设银行就不要到处乱折腾了 让我就在建设银行开一个户就好了 路上我们去了一个附近非常有名的卖煎饼的地方 虽然门脸不大 但是有名气 很多人排队 还有好几个送快递的等着送餐 一位老客户和老板娘聊着天 她说老板娘是多么平易近人的时候 这个老板娘很骄傲地说 自己都是和这些小伙子小姑娘们一起吃饭的 从来没有区别 虽然经营的一般 但是他们一家人就是要好好活下去 她有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 她说 国家越让我活不下去 我就越要活下去 而且要活得更好 老板娘说这句话的时候 好像跟演讲似的 看着我们这些排队的人 我苦笑着把钱给了那个打工的小姑娘 拿着煎饼转身走了 我母亲让我也在建设银行开户 后来我才明白 这里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同行转账不收费 她可以一次性地把她账户里的钱转给我 大唐经理再三定住我 在柜台开完户后 一定找她激活一下 我是一点都没有理解 柜台开卡不能激活吗 为什么还要找她呢 在柜台又是填表 又是问我为什么要开银行卡 所有这一切之后 开号卡后 柜台的人和我说 我取款的额度是一天五万元 我问了原因 柜台的人说的也很直白 你就熬时间吧 过三个月你再来 我可以给你调整取款额度 可是我一周以后就离开中国了 再回来就一年以后了 谁有时间没事老来银行玩 我母亲把钱也转到了我的账上 说现在自己也放心了 想去哪玩都没有顾忌了 家里什么都没有了 回到大唐经理那一个地方 我的卡已经没有任何问题了 我想看看她还要激活什么内容 她拿着我的手机弄了半天 就是想关联支付宝和微信 我笑着告诉她 我的这个手机上没有这两个APP 她一脸的诧异 这个世界上会有人没有支付宝和微信吗 她在我的手机上弄了几下 发现真的什么都没有 而且显示的文字都是德语 她不说话了 本来以为也就这样了 但没想到后面的几天 我是没完没了的去了几次不同的建设银行网点 到家后 我和我母亲才想起 忘记把之前我父亲名下的建设银行卡给销户了 我只能第二天又去了另外一家网点 户口本 死亡证明 各种证明我都带齐全了 而且好在里面也没有钱了 没想到就这样 销卡这个过程我用了一个多小时 先是销人民币账户 因为我还用我父亲账户曾经换过欧元 还要销欧元户 而且还发现不知道是哪一位 在我父亲的账户里面给开了一个数字人民币户头 密码还不是我父亲自己设定的 还得先忘记密码再设定新密码再销户 等销户完成后 我试探性的随意问了一句 能不能给我的银行账户取款金额提高啊 其实我就是问一问 万一可以呢 又是一个没有让我想到的事情 柜台的人说 我的银行开户行 当时柜台的人在我开户的时候 给我的卡设置了特别锁定 我是要先打电话给开户行的人 了解清楚为什么我会被锁定 我觉得真是太荒诞了 就这点钱至于吗 按照网上找出的电话 我当着柜台人员的面打了过去 开着免提 开户行的人说的真是痛快 他们现在也查不了 要现在的这家分行自己查 要是没有问题 就把锁定解除了也行 这家银行柜台的人 看得出来也是很无奈 查了半天 什么事情都没有 把我的锁定给解除了 但是每天的5万取款额度 是调整不了 他说这是银行的硬性规定 必须要三个月的时间 之后才能决定要不要调整 下午我约了一位多年前的同事 见面喝咖啡 聊天的过程中 我就和这位前同事 随意说起来 建设银行开卡的额度问题 说自己过几天就离开中国 银行调整额度还要三个月以后 真是太麻烦 这位老兄却一口答应说 他能处理 让我等他消息 第二天一早 这位老兄的微信就来了 让我去北京四环外的一个建设银行网点 找一位老大哥 那是他现在公司的合作伙伴 经常一起喝酒 有什么问题都能解决 等我见到这位老大哥的时候 受到了应该是VIP的待遇 也没有在柜台办理 一个VIP的房间里一边聊天 旁边一位工作人员就开始办理了 问我一天 去五十万元够不够 一年给几千万的额度行不行 我看着他又想起了 我和我父亲去兴业银行的样子 我告诉这位老大哥 我就是想稍微提高一点额度而已 多少都没有太大关系 最后给了我一个 一天十万元的取款额度 很明显 这位老大哥也不知道我的来头 从头到尾都很客气 我手边已经没有什么 从德国带来的礼物了 只能和人家说 明年回来再见面 再好好感谢您的话 离开北京的前一天 我带我母亲去了工商银行 去取我父亲单位发的丧葬费 几万块钱 在我父亲的存折上 我希望都转到我母亲的账户上 他自己自由支配这些钱 银行的人看完存折说 这笔钱是丧葬费 还超过了五万元 如果我们自己在机器上 每天取一点 原则上和他们没有任何关系 如果我们一定要一次性的 从柜台进行转账 就要出示公证书 证明我们全家的社会关系了 我和我母亲表示了谢意之后 决定自己慢慢从机器上转账就好了 如果今年你也去了日本看樱花 就会知道今年的樱花开得晚 特别是东京一直在刮风和下雨 但幸好在我太太的安排下 我们去了伊豆一个非常有名的高处平台 看富士山 也算不虚此行了吧 在回去的飞机上我在想 每一次回中国 我都好像重新认识了这个国家和这里的人 中国对我已经有了一种越来越陌生的感觉 大家好 我是妞妞 如果您觉得我的视频对您还能够有一点点的启发 麻烦您给点个赞或加关注 这将是对我继续做下去的莫大的鼓励和支持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吧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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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